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梅斯達哈 致命全中一頂 開球只是3分鐘 賓菲加火速開紀錄 上一輪賓菲加以5比2擊敗行勢 賽前落後衛免的澳科州筆記1分 排在積分榜次席 一輪混戰後 戴衛亞里順勢一射 哈身在階腳改變球的方向 賓菲加領先度2比0 聯絡在首循環排第五 驚險地取得爭標組的職位 但進入爭標組後的首場賽事 0比9慘敗給澳科州筆記 看看這場能否有所回勇 馬歇路在禁區頂起腳 為聯絡追上一球 時間是完半場前的5分鐘 稍後賓菲加的角球機會 由祖阿昆來斬 球直接飛向龍門 凹死門將潘宏爾 賓菲加半場手握兩球優勢 前十輪比賽 賓菲加合共攻入了42球 僅次於澳科州筆記 換邊後繼續火力傳開 梅斯達哈再次憑著頭錘見宮 其後這次罰球攻勢 門將潘宏爾脫手 埃華斯安早說聲多謝門前撿雞 賓菲加遙遙領先至5比1 其實聯絡在下半場 都組織到一些攻勢 但是就把握不到 曉高窩尼一射 被奧利華拉飛身救出 而賓菲加的把握力就相對好一點 梅斯達哈射入這一球之後 大演武子氣法 賓菲加幾位外援的狀態 都相當之fit 哈身避開防守球員之後 在俄美月起腳 再次把球送入網 賓菲加的入球表演還未完 去到完場前11分鐘 梅斯達哈打個後競 給到埃華斯安做一射 最終奔菲加大勝8比1 收獲6連勝 多踢一場之下 暫時升上榜首 而聯絡就連輸兩場 再來看看另一場增標組的賽事 清風對著深藍三的行勢 首先有破門機會的是清風 撲鎮雨有腳射 柱邊出界 隨後行勢的佛球攻勢 李潤濤斬入去 阿華斯頂到的 不過頂高了 半場兩對戶無紀錄 更衣實出來之後 清風在右路的佛球 由韓國外援黃燦喜來處理 球彈地入網 沒有碰到任何球員 入球是繼入黃燦喜 清風先開紀錄 清風的近況相當不錯 過去六輪保持全勝 歐志健左路傳中 各球落在撲鎮雨腳下 仰仰仰之後 左腳勁射掛網 清風兩位韓國外援都交到功課 各入一球領先2比0 落後的行勢 稍後獲得一個位置不錯的佛球 伊頓來到操刀 各球在飛行過程中 省到隊友蔡玉帆改變方向入網 行勢追成1比2 其後還有機會攀平比數 張啟俊突破入禁區一射 但卻被羅詠豪擋到 鏡頭一轉 清風這一邊都有個黃金機會 連絲過出營的門將 不過角度有點窄 起腳射中網側 在剩下的時間 清風都能夠維持著領先優勢 結果清風險勝2比1 豪取7連勝 和大家看看增標組織分榜的情況 分飛加織30分 以2分優勢暫時排榜首 奧科澤北記和清風都是踢少一場 分別排在2、3位 行勢和聯絡落後得比較多 同織13分之下 行勢憑著較佳的對賽成績排在第4 接著和大家看看今輪護級組的兩場賽事 是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進行 黃衣的蒙地卡羅對著士布婷 由於當日下午落起暴雨 場地的積水都頗嚴重 拉菲爾射向遠處 開球6分鐘 蒙地卡羅先拔頭籌 蒙地卡羅在首循環排第7 無緣增標組 只能夠在護級組各族 而士布婷在首循環的成績更差 一場都沒有贏過 排榜尾 半場領先一球的蒙地卡羅 換邊之後改著白衣 繼續搶攻 費力斯左腳一射 可惜過不了門柱 士布婷之後同樣有角球機會 在混亂之中即殺師一射入網 下半場13分鐘 士布婷收服失地 在兩個月前首循環的較量 雙方賽成1比1 這次的結果也是一樣 1比1的比數維持到原場 兩隊角得1分 而當日較早時間進行的另一場 藍3的嘉華對著嘉義 早段還落著雨 開播8分鐘 嘉華由高美斯打開缺口 原本目標在打入爭標組的嘉華 在首循環只是名列第八 跌落互級組 互級組有五支球隊 積分最低的兩隊將會降班 在這場雨戰當中嘉華掌控形勢 其後高美斯、何展亨和肺基里道線後破門 拉開比數到4比0 原半場前高美斯突破入禁區 摘位起腳射入 單單在上半場已經完成帽子起發 嘉義賽前只積3分 排在積分榜尾2 失力明顯與對手有差距 換邊後依然被動 何嘉誠射成6比0 未經戴帽的高美斯還未夠猴 繼續爭取入球 這位外援在之前幾個球季 都效力清風 今季轉頭嘉華 大比數落後的嘉義似乎無心戀戰 鄭啟然回傳失誤 造就高美斯再入一球 高美斯今場貢獻6個入球 相當之厲害 即使嘉義在尾段有祖斯卡爾破彈 但對勝負的影響不大 結果嘉華大勝9比1 來看看烏級組的積分榜 暫時排名最高的是蒙地卡羅 積14分 澳門大學踢少兩場之下 少1分排在烏級組的次席 嘉華排第三 而嘉義和斜布亭同積3分 新陷降班區 在接下來的星期日 爭標組將會上演一場大戰 清風對著濱菲加 而澳科則不記就會迎戰行勢 比賽繼續在澳門運動場進行 最後和大家關心一下澳門足球代表隊的消息 亞洲足協在上星期進行了 2027年亞洲杯資格賽附加賽的抽籤 是由2026年世界杯亞洲區外圍賽 首圈六支成績較差的球隊參與抽籤 包括澳門 簡報寨 蒙古 文來 東帝文 和斯里蘭卡 經過抽籤之後 目前世界排名186位的澳門 會對著低8位的文來 斯里蘭卡就鬥簡報寨 而東帝文就迎戰蒙古 將會進行主客兩回合的附加賽 附加賽 附加賽首回合將會在9月5日或者6日上演 澳門先作客文來 9月10日就會回到主場出戰 附加賽勝出的三隊 將會晉級到亞洲杯外圍賽的第三圈 連同北丹、馬爾代夫、魯窩 和世界杯亞洲區外圍賽 36強當中出局的18支球隊 總共24隊再分成6組 爭奪餘下的6個亞洲杯決賽奏席位 全澳籃球銀牌賽高級組決賽的戲碼 迎來全新組合 將會由傳統競女福建 對著首度升上高級組的黑熊 這兩支球隊是分組賽同樣四戰全勝 首名出線的 福建就在四強淘汰衛免的浩俊 報上屆一敗之仇 而黑熊就擊敗了福清晉級 傳統籃球銀牌賽近這個星期 先後完成了分組賽最後一輪和四強的比賽 現在先跟大家由分組賽開始看看 B組方面 首名就是四戰全勝的黑熊 而藍三的浩俊就和藍英賽前都是兩勝一負 今場直接碰頭欠最後一個的四強席位 張家希氣手射3分 不入浩俊再拿回籃板 給到林子軒再來一次3分 他就有了 單截射入三球的3分 帶領浩俊在首節已經建立雙位數的優勢 在第二節 藍英的手感依然未回來 浩俊多次有快攻的機會 半場拉開到42比29 藍英在下半場繼續積極搶分 這裏有反擊的機會 他以為快攻上籃 但藍英依然未能拉近比分 三節過後 浩俊將領先的優勢擴大到22分 他們今場致勝的關鍵 就在三分球方面 楊軒這裏果斷出手 他攻入了全場最高的20分 最後一節 藍英雖然打出一球12比4的攻勢 但浩俊在外線的命中率依然可以保持到 全場射入了10球的3分 最終浩俊就贏72比55 以B組次名晉身4強 A組方面 6-3的福建 已經和兄弟班的福清 以小組前兩名攜手出線4強 福建最後一輪對慈青 有主力羅協銘決陣 早段兩隊的比分都咬得挺緊的 慈青的陳柯帆和陳家希接連得手 兩個人聯手交出26分 陳家希有隊中最高的14分 首節慈青只是僅僅落後2分 黎家棟今場就得4分進帳 但勝在其他球員有得分的能力 這裡截到球之後交給吳詠鵬上攬得手 他今場為福建挺身而出 但在第二節貢獻了16分 全場有最多31分 接著還有這一邊射入3分球的許方欽 零先41比28進入下半場 第三節繼續維持優勢 全場射入了9球的3分 慈青雖然不斷追分 但福建有吳榮鵬之外 還有林家榮得分上傷 今場就斬獲了16分 最終福建就贏77比62 分組賽四戰全勝 首名出線 分組賽壓軸一場 就是由白衣的警察鬥紅藍 兩隊都已經無緣出線了 警察的張國俊、陳進發和曹傑 合共貢獻了54分 包辦球隊大部分得分 紅藍這邊的得分都比較平均 方南的梁楚琳有全場最高22分 兩隊一直拉腳 半場紅藍有5分領先優勢 換面後兩隊的比分依然扭得很緊 不過紅藍的主力球員一直有穩定的輸出 包括韓成進獨取14分 結果紅藍險勝81比75 排小組第三完成今屆銀牌賽 接著關注下四群 黑紅雖然作為今屆的星巴馬 但擁有多名職業球員 在陣容上絕對具備奪貫的能力 這一場跟六三的福青爭一個決賽席位 兩名的愛媛合力攻入了37分 加上整隊攻入了19球的3分球 福青這邊有三個人得分上身 但在內外線都限制不到黑紅 黑紅早前跟中國藍藍集訓隊 進行了兩場熱身賽 拿到一勝一負 現在的狀態可以說相當不錯 半場拿著17分領先優勢 今場有六個人得分上箱 主力劉俊邦和楊麒龍分別有14分和15分 最終黑紅大勝100比78 將會衝擊球隊首個高級組冠軍 另一場的四強上演去年決賽的翻版 南三衛免的號進對著福建 福建今場入局比較快 尼加東在內外線的手感都相當不錯 共入陣中最高15分 另一名得分首羅協明今場就不太舒服 只得4分進帳 各國球隊仍然多點開花 個人得分都達到雙位數 不包括入了這一球3分的吳榮鵬 交出13分 本場福建有17分的領先優勢 吳浩俊在第三節先找回手 苗浩然這一球不入再補籃 貢獻了15分 陣中得分最高的是楊軒 攻入全場最多16分 單節浩俊贏4分 但是就不足以反敗為勝 結果福建就報回去年一敗之仇 贏80比68 將會是5月20日 即是下個星期一 晚上8點在塔石體育館 和黑熊爭金界高級組冠軍 而籃球銀牌賽 女子公開組方面 就進行到分組賽最後一輪 有6支球隊已經提前鎖定出線資格了 身處A組衛免的江門對著虎體會 帶勝82比50 分組賽兩戰全勝 以守名出線8強 籃球銀牌賽女子公開組的分組賽 已經來到尾聲 在最後一輪展開之前 八強中有6支隊伍都已經鎖定出線的資格 當中包括身處A組 黑衣的江門和今場對手虎體會 他們在今場會爭小組手名 麥爾彤起手命中3分 衛免的江門有著力蘇紫晴缺陣 只有7名球員上陣 面對虎體會首節的優勢不太大 這邊交給沒人看的麥爾彤 就入顏色地帶上攬得手 江門首節領先15比11 虎體會在上半場比分可以爭得很緊 何少軍射中距離 交出隊中最高的14分 A組只有3支隊伍 包稱網稱協兩連敗 一組就已經確定無緣晉級 這一組兩支出線球隊晉級之後 分別會對著B組的頭兩名角 樂幸宜拿回籃板之後再得手 他交出11分 江門今場7位球員全部都有分數進帳 半場領先30比24 在換邊之後 他們逐漸擴大優勢 尤其外線手感非常火熱 剛剛名中3分的麥爾彤 交出全場最高的24分 一共射入了4個3分 當中有3個都在第三節射入 協助江門單節打出28比12攻勢 帶著22分進入最後一節 江門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第四節再贏對手10分 進一步拉開差距 最終就是大勝82比50分組賽兩戰全勝 以A組首名出線 而虎體會就一勝一負以次名進級 之後就和大家看看B組的情況 藍三的火鳥在最後一輪對著鮑青網 兩隊在賽前已經鎖定出線的資格 不過今場相當重要 因為輸的一隊會以次名進級 將會對著A組首名 即是衛免的江門 火鳥在首節已經建立六分的優勢 鮑青網在今年贏得聯賽亞軍 銀牌賽成為了總子隊 前兩場先後擊敗了新江和體校聯 但這場對著火鳥處於下風 半場落後14比25 火鳥在換邊之後落起3分羽 其中路美一人射入4個3分球 攻入16分 協助球隊拉開到雙位數的優勢 而在鮑青網這邊 也有張衛詩和吳寶彥聯手拿到12分 追至落後27比41 他們在最後一節全部都是靠外線得手 拿到的12分都是來自3分球 不過他們的失誤也成為了致命術 這次寧可情成功搶折 再在藍底得手 今場交出16分 最終火鳥以58比39擊敗鮑青網 分組賽三戰全勝以首名晉級 8強會對著虎體會 而次名出線的鮑青網 將會同衛免的江門爭入4強 至於同組的另一場 白衣的新江對體校聯 賽前兩隊都已經確定無緣晉級 但新江依然沒有放下腳步 最終在多點開花之下 就是以80比20大勝對手 拿到分組賽首勝 好了這段時間先休息一會 節目第二部分回來會有其他的提談消息 稍後見 歡迎回來節目的第二部分 在過去的星期日下午有大罩雨和雷暴 室外進行的活動受到影響 幸好當日上演的長跑聯賽第二回合 安排在早上7點半就開跑順利完成 沒錯 這個回合的路段圍繞路坦城地段 來自中山的巴賢偉力壓澳門鐵人代表王展華 贏得男子公開組冠軍 而女子全場最快的就是去朗 在壯年組封後 由澳門田徑總會主辦的長跑聯賽 商隔大約一個月上演第二回合 分了兩大組在哄制網球路出發 男女子少年組早上7點半率先起步 全程大約4.2公里 不是少年組在跑期間 其餘組別的跑手都在起步點等出發 見到前排就有不少熟悉的面孔 上個回合各組的前三名選手 安排在最前位置起步 商隔10分鐘他們亦都出發 場面都頗壯觀 見到長長的人龍 第二回合一共吸引了835名的選手參加 今次的路線圍繞路坦城地段 起步之後會途經流冰路、射擊路 再進入體育館大馬路 也就是現在畫面見到的保齡球中心前地 大鏡頭的就是六三來自中山的巴賢偉 跟著後面的就是澳門鐵人代表王展華 說回在這個大組裏面 就有男女子青年、公開、壯年和先進組 他們就會跑兩圈大約8.4公里 在這個位置U-turn之後 就會去到科技大學園營地 之後就會跑向年花路的方向 不是交界處前接返 回到近澳門蛋一邊的體育館大馬路 再進入網球路 少年組的選手就跑一圈 所以在內線就會回到衝線 其他組別的選手跑外線還有一圈 見到頭兩位的還是巴賢偉和王展華帶頭 然後就有狀年組的陳振傑和公開組的香港跑手毅庚 不過他們和前兩位的跑手都拉開有一段距離 這裡見到馮英偉和陳百全欠狀年組的第二名 田徑還會今年一如以往會舉辦四場的長跑聯賽 繼續設有各年齡組的年終獎 每次賽事就會計算積分 以每組頭20名作為統計的依據 積分就會拿其中最佳的三個回合來累計 見到在第二圈巴賢偉就稍微拉開了王展華少少 王展華在上個回合以一秒之差輸給香港的余顯華 今個回合余顯華沒有來到澳門參賽 陳振傑繼續拍著香港全職跑手毅庚來跑 在前列集團中見到女子跑手許朗的身影 這位鐵娘子上一個回合就沒有參加 今個回合回歸 他賽後就提到天氣比較潮濕滿熱 所以跑起來都有點辛苦 今場只有兩個人可以跑入30分鐘內 第五次參加聯賽的巴賢偉做出29分01秒 繼2021年隨即迎生賽後 第二次獲得男子公開做的冠軍 王展華也回到晚7秒 延續兩個回合鬱居亞軍 那全場第三塊的就是魏羹 拿到男子公開做的第三名 都是很開心 因為今天天氣都比較燃熱 比較難跑 可以順利跑來都是挺滿意的 賽前的計劃都是第一圈穩住 第二圈的話就適當地拉開距離 目標是3分22內 今天是跑到3分18的配速 都算是完成了那個目標 全場第四衝線的陳振傑 就拿到壯年組的錦標 第二的就相當刺激 這裡見到全力衝刺 馮英偉最終力陳百全 拿到壯年組的第二 最前面葉永圖 就以31分24秒 拿到男子青年組的冠軍 不是類似跑秀入面 許朗就最快 跑出來的時間是33分47秒 大熱姿態拿到壯年組的冠軍 至於吳洋洋 就立刻首回合女子公開組冠軍 鍾春平拿到第一名 賽後隨即進行各組的頒獎 在今個月底25日至26日 田徑總會還會主辦澳門春季田徑賽 一年三個週末 在澳門網球學校舉行的青少年網球系列賽 各組別的冠軍已經產生了 沒錯 年僅13歲的李俊廷受獲豐富 首度月級挑戰男子18歲以下組別 就贏得冠軍 年繼14歲以下組別 成為今屆的雙冠王 青少年網球系列賽 在上個月底已經展開了 分三個週末進行 賽事就是為6至18歲的青少年運動員而設 只是有單打 除了6至8歲組不分男女之外 其餘在10歲、12歲、14和18歲以下的組別 都設有男女子組 一共有9個組別 合計128位青少年球手參加 這個賽事也屬於青少年網球巡迴賽 粵港澳分站賽的其中一站 當中在10歲、12歲、14歲以下組別男女子冠軍 將獲得外卡參加其他分站的賽事 先和大家看看一些比較焦點的比賽 畫面見到的就是男子18歲以下的決賽 由黑衣頭號種子的何思朗 對著2號種子的李俊庭 何思朗已經是連續兩年打入決賽 上一屆就屈居牙軍 而年僅13歲的李俊庭 今次就是首度月級挑戰U18 比何思朗年輕一歲 在開賽初段接連打破對方兩個發球局 一口氣以4比0先 決賽採用一盤8局制 他們兩個都是集訓隊家成員 過往多次交手 贏的都是何思朗 不過他今場的發揮就不是太理想 雖然在之後追回兩局 不過多次出現失誤 這一球打落網 在手後的時間也找不到機會 李俊庭基本就控制大局 上到網前的何思朗 在大好形勢之下 都將球打出界 最終李俊庭局數贏8比2 首次贏得U18男子冠軍 今天防守這方面好些 因為之前有時的進攻都不太防不到 但今天大部分都可以頂到回去 讓對手失誤先 心情都幾激動 因為我很少可以贏他 還有這次我第一次打U18 所以都幾開心 李俊庭除了18歲以下的組別之外 在14歲以下組別都能夠打入決賽 今場的對手就是黑衣的許澤心 面對的挑戰就不是太大 在開賽初段連贏4局 最終以局數8比2擊敗對手 在這個賽事收獲兩項冠軍 而女子14歲以下組決賽方面 由背向鏡頭的胡康堤對楊凱彤 作為頭號種子的胡康堤 在實力上被對手佔優 很快就領先局數4比0 今場賽事盡量減少自己的失誤 雖然稍後被對方追回兩局 最終都是輕鬆贏8比2 未贏得這個組別的冠軍 我今天開球比較差 但是我正反手今天是OK 起碼不會失太多 落網都算比較穩定 13歲的胡康堤 除了出戰U14組別之外 也都越級挑戰 來到18歲以下的組別同樣打入決賽 對手就是背向鏡頭的何思樂 胡康堤在開賽初段基本掌控形勢 看盡機會打一條斜線 連贏三局以3比0領先 連續三年打入決賽的何思樂 在早段的手感的確是一般 當次出現失誤 一度落後局數4比7 何思樂立刻申請暫停 在短暫休息之後 也都收到不錯的成效 咬緊牙關 逐分逐分地收窄差距 結果追到7比7平手 決勝局以搶7的形式來進行 何思樂沒有放過這個機會 幾經辛苦 最終細分贏7比3 連續三年奪得U18女子組的冠軍 都很意外 因為剛開始打得很差 連續幾天都沒有訓練 我覺得心態上不要覺得輸 只要有機會就一定有機會贏 這個賽事也是網球總會 首度和品牌賽事合作 市長吳玉玲就說 賽事的效果非常之好 並且為本地的青少年運動員 提供一個外出比賽的機會 這次的賽事因為是有一個品牌的贊助 出來的效果也是他們的所有各方面 都有一個很有計劃和編排去做這個賽事 形成這個賽事變成一個 我們出來的效果是非常之好 這個賽事今次打完澳門站 暫時是粵港澳的 下一站每一名六個組別的第一名 就會月底去廣州打這個粵港澳站的區域賽 而這個賽事的總決賽 將會十月在上海舉行的 大師賽期間 現在今日我的小朋友都很高興 贊助商今天再宣佈 直通給我們的小朋友 直通去上海打的機會 亦都非常之好 小朋友都可以出去上海 和全國的小朋友交流 剛才理事長吳玉玲就提到 除了原本的廣州站外卡之外 亦都新增了上海總決賽的外卡資格 在今的賽事成為雙冠王的李俊廷 亦都將會以外卡的身份出戰 他表示期待外出參賽 並且會全力以赴爭取好成績 希望可以維持到 沒有那麼多失誤 然後心情就沒有那麼起伏那麼大 盡全力去看看能不能衝擊到好的名次 完整這項賽事之後 網球總會在下個月也會舉行青少年錦標賽 曲棍球聯賽次循環的比賽展開 曲棍球俱樂部繼續保持著連勝的走勢 他們在今輪以3比1擊敗1毅 開季七戰全勝排榜首 曲棍球聯賽已經來到次循環的階段 紅白三加曲棍球俱樂部 在首循環六戰全勝 比起小打場衛免的體校聯多4分 暫時排在首位 今場對著一毅 在早段時間已經控制戰局 門前加李凱騰加一棍 協助曲棍球俱樂部領先1比0 稍後他們憑著一次短角球加攻勢 徐家熙射門被擋 但還有張耀文保重 協助球隊領先到2比0 他們在上半場基本控制戰局 陳家樂帶不入禁區之後 騙過防守 看準機會再傳給門前家李凱騰 個人梅開二道 協助曲棍球俱樂部領先3比0 原半場 他們在上季排名第三 今季有能力挑戰體校聯霸主的地位 落後的一毅在換邊之後 積極尋找機會 在稍後的時間終於打開缺口 見功的是連衛田 曲棍球俱樂部 在之後也有一次短角球加機會 可惜未能夠再有進帳 最終以3比1擊敗對手 錄得7連勝繼續排在積分榜首位 曲棍球俱樂部 三號在之前也進行了一場 首循環的保賽 他們對著深色衫榜尾的青少年體藝協會 這場比賽基本沒有什麼懸念 三號在一次短角球加攻勢 對方有球員犯規 球職判罰點球 由陳家樂處理 協助球隊領先1比0 在換邊之後 曲棍球俱樂部繼續開火 分別憑著許良基 徐家熙和李凱騰先後見功 最終以4比0 正勝青少年體藝協會 最後和大家看積分榜的形勢 聯賽已經來到次階段 曲棍球俱樂部七戰全勝 領先小打兩場的體校聯七分 繼續排在榜首 而打了七場的一位 落後第三的準會五分 要上到前三都有點難度 五至七位分別就是彭利來 魯士坦尼亞和青少年體藝協會 由豐帆船總會舉辦的 帆船帆版聯賽第一回合 一連兩日在黑沙海灘對開海域進行 設有五個比賽組別 其中禮務級的冠軍由梁樂堯奪得 總會這次也有特別的安排 在進行聯賽的同時 舉辦大灣區帆船邀請賽 有來自香港、深圳、廣州和珠海的選手參加 增添賽事的競爭性 本年度第一回合的帆船帆版聯賽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 在黑沙海灘對開的海域進行 設有五個比賽組別 吸引大約30名選手參加 現在畫面見到的是禮務級的比賽 有五人各足 包括梁樂堯、陳文樂、陳文軒、李憲昌和梁正希 這日下午的風速大約是6至8海里每小時 選手需要繞過指定的浮標 鬥快到達終點 結果冠軍由梁樂堯奪得 值得一提的是 梁樂堯也是一名田徑運動員 早前在學界田徑賽 贏得男子B組100米跑的冠軍 以飯船運動 他也是從小開始接觸 已經玩了七年 憑著穩定的發揮 贏得了今場禮務級的冠軍 陳文樂和李憲昌得二三 總體來說 我覺得都發揮得不錯 第一天的風比較小 我覺得是一般 第二天的比賽 風比較大了 我覺得今天變得好很多 變得不錯 風帆船總會這次有特別安排 一連兩日的賽事 除了舉辦行償的聯賽之外 同時也舉辦了大灣區禮舞級帆船邀請賽 有來自香港、深圳、廣州和珠海的選手參加 連同本澳的五名運動員 合共16人參賽 進行了五輪的比拼 20號船來自珠海的陸兄達 五輪比賽有四輪都是聚化完成 收獲冠軍 而澳門成績最好的是李憲昌 拿到第四名 風帆船總會理事長黎榮發表示 邀請大灣區的選手過來參加 增添賽事的競爭性 這是一次新的嘗試 我覺得對於澳門本地聯賽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提升 還有有不同灣區的朋友來我們澳門比賽 我們整個比賽的氣氛 工作人員籌備 練習上都很多 還有今次我們也有邀請到 香港滑浪風帆會的賽事組織工作人員 過來幫忙做賽事工作 亦都希望可以在這方面 加強我們賽事組織的能力 至於另外三個比賽組別 都是屬於滑浪風帆本地聯賽的比賽 陳浩天收獲滑浪風帆初級組的第一名 賀志堅贏得高級組的錦標 而公開組就由陳漢陽勝出 風帆船總會今年計劃 舉辦四個回合的帆船帆版聯賽 下一回合安排在7月初舉行 另外也籌備在9月份 舉辦一個樂觀級的帆船賽事 計劃邀請80個外地選手 來澳門參賽 好 今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敬見群英除了星期二晚10點半首播之外 星期三上50點半 下午3點在澳市澳門 澳門體育和澳門資訊都會有重播 又或者可以瀏覽我們的網站 重溫今集內容 最後也提提大家 本台在今個星期會 繼續直播足球的賽事 包括西班牙甲組聯賽 和日本職業聯賽 記得留意 今集的節目來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 拜拜